2013 史上最艰巨任务 冲丸总导演的接力棒 交给了三个不可思议的人身上 他们是 冯小刚 张国立 赵本山 三位导演还未坐定 他们的亲朋好友都已按捺不住 除了中央电视台的春节晚会参加以外 其他的晚会一律都不参加 老爷能带我上春晚吧 哎呦 愿不得国立 时不下宴 夜不能眠 张默也该上去露个聊 好好替他爸爸分忧分忧 而三人的春晚策划会 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 赵本山 我曾经坦言 他可能是一名黑社会 你是绽放在黑社会上的 不是黑土地上的 艺术奇葬 我弟这次的合作充满信心啊 和冯岛和国立肯定没问题 咱仨现在是拴在一根线上的蚂蚱 你们损我 不和我做朋友 你还能把我等下 难道你会招人打我吗 你招我的车胎 春晚难道 那一年春晚都有营伤 管总终觉得一年不如一年 多少人跳着脚骂 春晚一届不如一届 哎呦 就跟他爸爸得了病一样 难啊 作为一个演员 我到春晚 不是我的活我要干 万一没整好 同行怎么看我 鸡怎么看 鸭怎么看 大鹅怎么看 今后在文艺界 怎么换呢 对导演而言 春晚可能令他们承受着 巨大的压力 但对观众而言 我们只关心 谁来上春晚 我的建议是 乡村溜溜这节目 必须得上 我从接到导演任命 通知单那天起 就已经在铁领 给他们开始排练了 老姑 啥叫乡村溜溜啊 乡村爱情故事值得不 我有六十六个徒弟值得不 我改版一个乡村爱情故事 的小品版 让我的六十六个徒弟来演 别理他 这不是瞎扔吗 简直是在利用平台 为了推出自己的徒弟 不择手段 国力 我们来商量正事 紫衣昨天给我电话 说这届春晚啊 他想和小萨一起主持 俺娘说了 再不和小萨一起主持春晚 就得分手了 你这不是也在推你的人吗 你真是贼喊作贼啊 张紫衣主持可以 让小沈阳跟他搭吧 我们家紫衣是国际巨星 小沈阳能撑得住他的场面吗 咋撑不住场面啊 别说张紫衣 咱跟张伯芝都演过戏了 你拿张紫衣跟张伯芝比 那叫一个韩子 好了好了 大家别说了 你仍稍说一句 安排自己忍这事 我们要 低调 要不怎样 我看这个主持人 自己还是潇洒搭配 小沈阳和我们家 张伯搭配吧 在这场硝烟弥漫的策划会中 无论本山大叔与冯大导演如何争论 张国立都在其中一直扮演着何氏佬的位置 可是此时连他也坐不住了 我们要在春晚里好好宣传 号召大家支持正版 支持国产电影 好我们就继续说 我觉得我们做节目 就应该像狗熊白鱼一样 铁铃大城市 春晚里面必须插播铁领的城市旅游宣传片 我补充一下 支持国产电影 主要是支持华裔兄弟拍摄的国产电影 这个要宣传自家的公司 那个要宣传自己的城市 我们就要做这样一起春晚 啥子哟 你们的春晚 有那么多不高等的东西 春晚就不是春晚了 春广 硝烟散去 云开雾散 不管利益究竟画给了是他的家人 还是自己的朋友 画给了他的广告 还是自己的赞助商 三位导演在辱骂声 嘲笑声 讽刺声和欢笑声中 开完了2014年的春晚策划会 最终他们达成四字真言 合作愉快 时间短困难多 但还是拿下来了 一是扩大了影响 二是锻炼了队伍 送各位几句话 计划充分 分工明确 大有希望 找点心 等等 咱们今天开会 是不是还扫个人 第一次开会就迟到 余政赌路上了 余震 医药刀唇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